陳淑桑議員 其實大家都在想動機 一間試驗所無端端要造假又要改時間 和所有的東西都是涉及碩士的 原因你一直是向上游去看的 我最擔心的就是可能政府的部門 因為很多都是專業積構 可能看社會可能簡單些 所以見到改時間 你以為他只是改時間 但原來早過你發現他改時間 之前已經開始調包 主席我看了這個投影片 第五版很久 還有文件我看了很多次 那幾段說給你聽 有多緊張他怎樣駐工地有人員 去怎樣檢測住 怎樣塞鑼入去 安全鑼 然後怎樣用來浪桿他 那個叫什麼 養戶 好像養酒那樣 這裏有28天 然後才用來測試 整件事如果這樣的話都調包 我可能就免得問你 在哪個位置調包 因為可能第一你不知道 第二可能在調查 可能涉及調查範圍 但你想想 又說監視你怎樣拿版的 拿完版又說涉曲的 跟著又要放在這裏 又說要天天取版 又要有相關記錄的 這樣都可以造假 我就真的覺得你們那個 改善措施這個位置 我相信你們一定要很關注 我不知道關不關這個程序 但我覺得如果這裏都做到假的話 我覺得真的相當精密 而且很簡單就是 如果這樣都做到假 一定不只涉及 試驗所的人員 這麼簡單 所以我 第一 剛才很多議員都說了 安全那件事很重要 那姚崇嚴議員都問了 拿很多很準確的位置 其實到今天 到現在最後一條問題 我仍然是想問的 為什麽不可以做齊了210個 關於這些相關的位置 簡單來說 203個 做齊了203個 取埋心 才再決定是否何時開工 你確定是安全才再開工 因為其實 其實廣州澳大橋 已經發生了很多人命事故 有傷的有死的 你現在繼續這樣 稍稍說年尾可以達標的話 其實你是對很多人命 是處之不顧的地步 所以我很想理解一下 我知道有專業的機構會做 你也是等到10月而已 為什麽不可以等齊了結果 你才再決定開工呢 主席 主席 我在這裏 給盧政署長補充一下 但正如我剛才回答 另一個議員所說 其實大橋的香港口岸 和香港接線 結構工程大致上 已經完成了 因為香港接線 基本上已經全面貫通了 所以現在做很多其他的工程 阿登署長補充 多謝主席 其實我想補充的就是 其實我們一個橋 一個橋 它是否安全呢 其實是 我們在目測那方面 其實都已經看得到 它有沒有什麽大的安全問題 還有我們現在 在那些關鍵的位置 我們做了打槍 已經做了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其實全部都是合格的 所以我們現在 看不到任何的跡象 大橋的安全是有問題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們沒有理由在這個階段 就是需要停止我們的工作 我對莊處非常擔心 不用謝 不用謝